核权的滋味 指的是受到不利的影响的时候 不但要快速恢复及时应变 还要从不利的经验里面成长跟强化 那么协助各个领域强化资安 是建立数位任性的重中之重 也是社会各界非常关心的议题 数位部从自己开始 在资安上面推动ZTA 零信任架构 零信任的核心就是 永不信任持续验证 在每次存取的时候 都必须要通过连线的 使用者的设备的 等等的验证跟信任的推断 我们推动这个架构 将会成为全民的资安防护意识 会把这样良好的习惯 带进各行各业 因为协助各行各业提升资安 因应环境的变化 这个也是产业署的重要任务 产业署致力于整合产业资安 跟资安产业 打造可信任的供应链 首先就从台湾最重要的 半导体产业来着手 我们联合了学界跟业者 共同创建 晶片安全联合检测实验室 在产地台湾 就可以进行检测 用更低的成本 更快地进入国际市场 产业署作为各行各业的数位教练 也打造了台湾首座资安实战基地 沙伦资安服务基地 在协助强化产业资安的同时 也推广我们资安产业的工作 因为这个基地是根据国内外的资安事件 模拟设计了12套攻击情境 也协作出防御方案 所以团队不只可以在这边参与实测 掌握自己产品的优缺点 更可以进一步了解 合适的其他的解决方案 所以说这不是只是资安厂商的练习场 也是媒合供需 汇集资安产业商机的共用平台 当然面对境外敌对势力的网工威胁 产业署更进一步来推动 军民通用的资安计划 好比上说国防部的相关需求 就可以协助业者自主研发 军民通用的资安关键技术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贵宾 各位专家的参与 期盼各位在数位部跟产业署 为产业采油门的过程里 继续给予我们方向上的建议 敬祝各位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大家live long and prosper